这些键盘乐器 它是多线条的乐器 但是很多别的小机琴啊 声乐啊什么 它只有一个声部 它练不出这样 多方向控制的一个能力 三五岁吧 我会感觉到五岁之后 就会已经是比较晚了 就是你不是说 你成不了钢琴家 但是你可能到后面 会需要更多更多更多的时间 练琴和准备音乐会 可能在三岁到五岁的时候 我只练每天练三小时 从一年级到十二岁 我可能每天都是练八到十个小时 而且都没有放假了 放假三天 你就会退后一周或两周的 这样子一个情况 就是要从小坚持养成习惯 如果你小时候都散惯了 然后到了十二岁 十岁的时候就说 你给我一天做五小时 十小时做功课 或者练习什么东西 一定坐不住 就是你要给他养生好习惯 但是你要陪伴他 一起去完成这些任务 那有些家长 可能他是完全是甩手的 然后让孩子回家自己练 那孩子很小的情况下 他当然不会明白 他要做到的这些目标啊 老师是给制定目标的人 还有就是教方法的人 家长其实是教练或者说陪练 不能用历史钢琴 一定要用三角钢琴学习 因为三角钢琴的键上有一个double stop 那么我们所有的钢琴家练练练练的声音音色各种变化 其实练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弹这个double stop 这个点 三角钢琴的踏板 开头是一层也是没有声音的 然后你会感觉到阻力 从踏板的有阻力开始 你要把它分成七份 脚上要有这么多控制 你才可以踩到好踏板 会说哎呀我要买石坦 哎呀我要买亚马哈 或者我要买什么bunendorfer什么的 就好像买琴像是买个包这样子 到了比较好的琴的时候 它都是手工做的 不管是不是一个牌子 每一个琴都天差地点的 你在学作曲的情况下 会帮助你练琴学钢琴的曲子 学得好很多的 如果说你一个音一个音 自己写出来的 那么你在自己在写曲子的时候 你也会知道要尊重 这些作曲家的意思 如果说你已经有了 八年十年的钢琴的基础 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优势 特别是美国的这些腾校 是最爱的是古典音乐的学生 所以很多的学生 我们推荐过去的 在包装了一两年之后 给他们找到个性 然后在简历做的 比较有音乐特长的 这样的情况下 都是进入了很少的 还有一个学生 在这个地方下 就把一些换琴的交流 在这些体制下来 也许可以再发达到 在这些学生的情况下 但让你再加上 进入了很少的 然后在这些地方下 这些额心的